Hello 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最近有粉的药伴给少奇推荐一款非常奇葩的美食 为什么说它奇葩呢 因为它是二合一的产品 既有果冻的香味又有酒的干裂 一颗就醉两颗就贵 真的假的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封面很现代化很潮啊 有一个美女一个橙子一个蚊 配料有水白砂糖果葡糖浆 伏特加 咱使用酒精 哇 满香的 这个香味我给在座的90后一表达 应该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90到95之间的小伙伴 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喝的那个甜酒 跟现在的葡萄酒一样的瓶装 但是那个酒味是甜的 124 6 7 8 9 10 11 12 12个 3个紫色 3个蓝色 3个绿色 3个粉红 我平时是不喝酒的 属于一杯就醉的那种 但是我不相信这个酒果冻真的像人家说的 两颗就贵嘛 我就挑战一下 每个颜色吃一个 先吃紫色 很香 非常像甜酒的味道 哇 刚放到嘴里的时候 完全是甜的 和甜酒味道一样 一点酒精味道都没有 但是你嚼到三四口的时候 里面的酒精味就迸发出来了 一股苦味 我感觉还可以啊 又甜又苦的 算不上难吃 第二个绿色 忘了说了刚刚这个还有点像葡萄尾 这个绿色的上面的一层水一吸 苹果汁 苹果汁的味道 苹果味 分达里面对了一点酒 有口味 有甜味 有苹果汁味 两颗了 我好像没什么感觉 两颗一下度并没有让我贵的感觉 但是第二颗明显的感觉到喉咙这边是有些热热的 它的酒精是起到了一点作用 第三个蓝色 蓝色的这个味道非常像那个瑞尔鸡尾酒 就是蓝色的那个瓶子 没有水果味道 这个味道一般 最后一个粉红色 我感觉会有点上头啊 粉红色就是白糖味和酒的苦味 这几个对比而言 这个紫色的和绿色的 这两个含有水果味的 我还是蛮能接受的 其余的味道真的一般 对我这种不会喝酒的人来说 比酒是好吃多了 但是比果冻 我个人认为没有果冻好吃 刚刚吃出来的那个水 弄到我一桌子 还有弄到手上了 这样一转 在展开的时候 特别黏 而且它比我们常规的果冻要贵很多 这一盒12个是36块钱 36除12等于 3块钱 你有没有见过或者吃过这种酒味果冻 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中留言 想看下期播什么都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